1月1日,2022年,早晨,我是新聞報道員,小碑,新年快樂呀! 好不幸,我首先要和大家報告兩則不太好的消息 在隨直夜有兩宗非常嚴重的交通意外 分別發生在新蒲江和油麻地 首先和大家說說新蒲江的單 新蒲江有的私家車產上行人路鑰成兩死四傷 而15歲司機涉嫌危害駕駛他人死亡被捕 警方表示,正在調查昨天12月31日下午 在黃大仙發生的致命交通意外 意外中有一個23歲姓C的女子和一個63歲姓李的男子宣佈死亡 下午約6時10分,一個25歲男子吳都俊 駕駛著一個私家車沿著大友街去彩虹道方向行駛 駕駛著一個私家車沿著大友街去彩虹道方向駕駛 當駕駛著大友街近八達街時,拘捕失控撞向一輛的士後 衝上行人路,再撞到五個徒人 之後再撞向一個店舖那裡 其中一個23歲女子頭暴嚴重受傷,現場被證實死亡 而另一個63歲男子頭暴嚴重受傷 昏迷後被送往聯合醫院治理 在晚上7時3分被證實死亡 另一個29歲姓廖的男子腳步受傷 昏迷後被送往伊利西伯醫院治理 一個43歲姓陳的女子腳步受傷 清醒被送往聯合醫院治理 另一個受傷的市民是63歲姓林的女子腳步受傷 清醒被送往伊利西伯醫院治理 而這25歲私家車男司機報清不適 清醒被送往伊利西伯醫院治理 他涉嫌危險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捕 現在正在扣留調查 第二件嚴重交通意外發生在油麻地 在油麻地小巴撞圖人捲車底拖行17公里 去到深井才發現到,傷者當場不治 這件恐怖意外同時發生在昨天 在昨晚6時多,一架由左東開到屯門自立花園的紅色小巴 在寧波街轉到廣東道期間 車身撞到一個77歲姓梁的男徒人 並且將他捲入車底 正式的70歲男司機並沒有察覺這情況發生 而繼續駕駛車,更將徒人拖行 警方和消防趕到現場時未發現小巴和傷者 借在路面發現有血跡 警方根據目擊人士提供的車牌號碼 最終在青山公路深井段迫堤半島對開發現這個小巴 司機當時已停車 而車底的男傷者現場證實不致 並且相信與油麻地一件案件有關 根據地圖兩個位置的路程長達17公里 網上圖片見到傷者躺在小巴的車頭下 身上有明顯傷痕 網上流傳一段懷疑是小巴乘客的錄音 他就說小巴司機向乘客表示他撞到人了 於是乎乘客每個都下車 但當所有人下車時未見有任何情況發生 亦沒有見到傷者 而司機在巴士站等警方到場 當乘客站在路邊吃煙時 司機突然將小巴倒後 突然見到傷者躺在車底 這個乘客這麼說 鏡頭我已經沒有反應了 並引述現場警方就說死者的屍身並不完整 這個乘客對這個意外覺得很不安 現場所見的警員遺風小巴跪下用電筒檢查車底 而這個男人的遺體就用綠色帳篷遮住 並放在行人路旁邊 這個小巴司機的神色孔陰然 被警員帶上警車調查 車頭左邊的輪有少量血跡 翻查資料在1977年12月29日 北角亦曾發生一宗捲入車底的意外 一個75歲的老人家 行經北角砲台山道 被一輛的士撞到 這輛的士後的巴士把婆婆捲入車底 拖行去到3.2公里那麼遠 去到雲景才發現車底有個屍體在那裡 真的很不幸呀 在隨直夜那裡其實應該很開心 大家應該可以收心本期待新一年有新的事 好的事情發生 誰知一連兩宗如此不幸的事發生 希望死者安息 下一宗為大家跟進周恆彤上訴的消息 她第12次申請保釋給她 她說聖誕過了新年快樂啊大家 在12月31日前支聯會副主席周恆彤 周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第12次申請保釋 以及申請撤媒撤9P的報道限制 西九龍裁判法院處理總裁判官 國安法指定法官羅德全聽完陳詞後再次拒絕她的保釋申請 周恆彤也再次申請撤虛傳媒報道保釋程序的限制 而這個國安法法官羅德全也繼續拒絕 周恆彤保留8日覆核權 羅德全表示 這個案件於今年1月10日提訊 建議將被告的保釋覆核一起押後到此日處理 被告周恆彤表示同意 案件押後到今年1月10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審訊 期間被告繼續需要還押 12月13日周恆彤因前年2020年 維園六四集會案被判監禁12個月 另外她和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和副主席何俊仁 一起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到現在已經還押接近4個月 他們被控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間 在香港煽動他人組織策劃實施 或參與實施以非法手段 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即是推翻破壞中華人民共和憲法所確立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 或想推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 但他們只是搞六四集會 下一則又是黑警的新聞 換磨之前的三則不開心的新聞 一個南黑警警長偷他的同袍信用卡買iPhone 今天被判入獄22個月 南黑警劉俊玲早前承認兩宗盜竊同袍信用卡 以欺騙手法獲得財產等六宗罪 在昨天10月31日被法官判入獄22個月 法官認為被告劉俊玲35歲 在她同事的背包拿出這個銀包 拿上信用卡再把銀包放回她的背包裏 而這個同事停用舊卡再開張新卡後 劉俊玲又重施顧忌換走她的新卡 犯案手法證物,比一般的實惠不報更嚴重 劉俊玲在兩星期內再度偷走同袍信用卡 並在麥當勞試卡後買了三部iPhone 劉俊玲對此事件求情時表示 因為身為警長和被女朋友吹噴覺得壓力很大 因為父親受傷,她承擔父親巨大的醫療費用壓力很大 令她失眠、體重下降甚至想自殺 早前辯方透露劉俊玲小居時父母離異一直和媽媽一起住 並被媽媽經濟支援 她沒有責任向父親伸出援手 但選擇承擔她龐大的醫療開設,令她承受很大的壓力 劉先生曾買一包碳放在車上,想和兒子一起自殺 但想著兒子無辜自己亦不能自私,所以打消這個自殺念頭 但法官判刑時引述被告心理和精神報告說到 劉俊玲鄉專家表示,她想透過買東西去輸壓 犯案時沒想到後果,只是想自己需要什麼 法官不接納這部分的說法 很直接地說,劉俊玲作為執法者不可能沒有意識犯案後果 法官考慮案件的嚴重性,被告壓力所困 坦白認罪和已經賠償給事主等減刑因素後,判被告入獄22個月 黑警劉俊玲承認三項盜竊罪說,她在2019年2月11日至25日期間 兩次在上水警署偷銅袍梁樂倫的信用卡 在同年2月28日,旺角一家麥當勞偷價值港幣11元的產品 三項以欺騙手法獲得財產罪說,她在2019年2月26日、28日和3月2日 分別在沙田新城市廣場和佔沙咀廣東道的Apple Store 用她的同事梁先生的信用卡買了三部iPhone,分別是9,899元 又是一貫的黑警口問,什麼都說不關他事,什麼都說是壓力大所致的 下則是比較輕鬆的新聞,一個黑手黨大佬煮食很厲害 她逃亡去第二個國家七年轉頭身做Youtuber,教煮食,教煮意大利菜 但在影片中,從來都不騷的樣子出來,但因為一個細節被捕了 正所謂民以食為天,美食對很多人來說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部分 除了光顫市面上的人氣餐廳,很多手藝徵站的人都喜歡親自下廚 煮出合乎自己的口味佳牛,而且無論你口味有多刁鑽 Youtube上的教學影片應有盡有,更會細心指示每個步驟 令煮食過程成功率大增 近日一個煮食很厲害的意大利菜名廚 將自己的煮食教學上載到Facebook 影片內容本身並沒有問題,但這個未露面的Youtuber 就因此被捕了。究竟背後有什麼原因呢? 被捕了的Mark Klee現在53歲了,是意大利黑手等成員之一 在2014年因為負責黨派間的毒品交易而被通緝 他當初在荷蘭犯案時已被警方通緝 幾年來一直在不同的國家這裏住下那裏住下,想逃避執法人員 他短暫停留在哥斯達尼加後,決定隱居於多名尼加首都附近的一個旅遊鎮 Bokechica 並與老婆低調生活,一直相安無事 可能因為Bokechica本身是一個度假勝地 Mark就很Layback地享受那裏的氣氛 不僅享受當地的陽光和海灘更加開設了Youtube頻道交網民主地道的意大利菜 由於Mark從來都不在影片中展示的樣子出來 所以雖然創作內容有一定支持者,但也沒有被人認出來 直至多名尼加一個警員因為想學意大利麵的做法 去到Youtube找,並且發現Mark的影片才拍出他身體上的紋身 之後找到他的行蹤 Mark的Youtube頻道現在已被刪除 但根據當地警方和知情網友就說,他的創作內容非常豐富 除了意大利麵外,還有蘇皮塔,菠菜奶油餃,回香香腸等菜式教學 可以見到Mark作為黑幫大佬不僅走佬能力超卓,廚藝也相當了得 Mark當名尼加當地的鄰居也補充 一直以為Mark是現在度假的南大大廚,也會跟他學一兩道拿手菜 並說自己原來已暗中得到意大利黑手黨的真傳 最後跟大家說一則美國加州的搶劫潮 這些說法大家一定覺得我是藍絲 但這是新聞報導,大家要持平和公正去看 剛剛蓋了毛傑內的感恩節聖誕節假期期間 除了如往年一樣購物各設的民眾,加州的商場 車廁品店、連鎖店等引來一波劫匪 加州搶劫潮的新聞頭條不僅引起加州民主黨州長、批評者的評擊 和美國全國性的關注,更引來全球人看著 在搶劫案下促成這個現象的原因是什麼? 加州的搶劫潮究竟有多嚴重?今天想和大家談談這個問題 在一系列的快閃搶劫事件中,最戲劇性的音幕發生於11月20日晚上 三藩市灣區一家知名精品百貨洛斯藏Loft Storm 之內突然有80個劫匪闖入 這些帶著滑雪面具、帶著棍的蒙面劫匪 洗劫了各類的高價物品,之後將裝物成雙成袋的打包地拿走了 走入店外等候的25架車那裡,馬上走了 警方接報後,又有幾十架警車趕到現場 但直至現在只有4個嫌疑犯被捕 亦是11月發生的在三藩市市中心聯合廣場 Julian Square 購物區 亦有劫匪闖入LV Burberry 連鎖車廁品的百貨公司Bloomingdale 打劫 在灣區的聖河西聖Jose 一間Lululemon 服飾店被40個暴徒洗劫一空 12月,洛杉磯在兩個星期內發生11宗搶劫事件 總共有超過33萬美金的商品被人偷了 於是市民在討論為何那麼多木無法紀的人可以一起犯案呢? 其實加州近來推動了一個法案 由進步派檢察官和民主黨人士推動的一項 將盜竊和搶劫等罪形減輕化和無罪化 縱容大量的盜竊行為發生 以致洩責可以光明正大地拿走商店盜取物品 而不面臨任何的刑罰 這個禁受爭議的法案是SB47 當這個法案通過後,財物損失在950美金以下的盜竊罪 從重罪變成輕罪,嫌疑反被定罪後 最高刑期不超過一年 蝕嘴財物達到400元的劫匪便可面臨重罪處罰 所以見到現在這個罪罰減輕了很多 這就是間接鼓勵別人犯罪 雖然很多人將槍決、搶劫、盜竊的現象 歸咎在除罪化的措施上 但這個法案早在2014年已經通過了 在今年3月,教授盟主黨參議員Nancy Skinner 在這個基礎上提出SB82法案 在盜竊案之中再劃分出一類輕微盜竊罪 即二級小偷罪 PT Thief in the Second Degree 竊案的金額如果低於950美金 無用致命武器並且不涉及暴力和恐嚇的最高量刑被降至9個月以下的刑期 1,000美金以下的罰款 即比剛剛提及到的SB47這個很減輕的凝聚更再重興發落 這個提案被稱為SB47的升級版 最後遭到強烈評擊已被割折 來自加州一個致力於司法正義的NGO Griff認為SB82的意圖是將小偷和搶劫犯量刑上區別法 如果有人偷了一個銀筆或有人偷了一部手機 這樣與搶劫意圖的人是不同的 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盜竊搶劫案連續發生 關於加州搶劫盜竊無代價的說法一時分分樣樣 在2014年加州通告的法案亦再次引發爭議 不過仍然很多人認為這些搶劫的劫案與法案是無關的 一個加州大學分校犯罪學教授Archaris 就在2018年進行一項研究發現 SB47並不是造成犯罪率上升的原因 她對衛報The Guiding表示 關於打劫和搶劫背後的原因有很多未知數 但我很有信心 這不是具體由SB47或更普遍的刑事司法改革造成的 值得留意的是 根據專注研究刑事司法的智庫監獄政策倡議 在2020年的簡報中 加州事實上是對攝匪懲治的能力最嚴格的州份之一 在全美國39個州份 被人盜視財物的金額要達1000美元和以上時才會重刑處罰 所以她結論就說 沒有SB47其他州份亦有類似的打劫案件 另一方面綜合《洛杉磯時報》和《三藩市紀實時報》的調查和報導上看 並無可信的數據顯示 加州零售業在近期出現高峰或激增 有關數據存在著被零售業撇會誇大的情況發生 或由於統計系統的問題 而令警方數據可信到傳異 三藩市地區檢察官通訊主任Rachel說 有組織的零售盜視犯罪並不新鮮 多年以來在全國範圍內一直存在 看來與以前不同的就是盜視或搶劫相關的視頻廣泛被傳播 即是說她現在資訊發達才會讓大家那麼留意 美聯社追溯這次的輿論風波源頭 發現一段在社交媒體上的流傳視頻 認為這視頻助長了關於盜視無罪的說法 這視頻顯示兩人走出洛杉磯一間連鎖商場T.J.Mask時 行李袋裏撞滿了商品,手臂上掛滿了衣服 而且當他們走出商店時並穿過停車場 並沒有人試圖阻止這對夫婦 至於洛杉磯商場發生的好像電影情節般的劫案 事後警方雖調配更多警力 但亦在Twitter上提醒民眾 就為有關情報顯示同一批劫匪可能會再度犯案 賦予商家小心為上 可考慮提前關門或採取其他預防措施 雖然搶劫惡不是急劇增長 還有許多缺乏數據之詞 但這樣不妨礙加州淪為 涉匪和搶劫者的天堂講法廣泛流傳 搶劫盜盜視的形象在社交媒體風傳 而此同時三藩市防身著的課程需求量突然增加 許多從業者表示學員增多 三藩市幾時報11月報道指 一家武術教室的學員人數比較在去年來說增加了一倍 而大家都在想除了這些法例令罪案率增加之外 現在那麼多武漢肺炎令到很多人沒有工作都是一個原因之一 當然如果犯罪沒什麼成本的話 當然是變相鼓勵了人犯罪 今天新年跟大家說聲新年快樂 希望大家有一個2022年比較好的一年 希望大家越過越好心想事成要什麼有什麼 小碑現在是12時 晚上12時凌晨到處有很多人放煙花 在我窗上已經看到很多煙花了 放了三至四小時 不知道大家去了哪裡慶祝呢? 不妨留言告訴我吧 今天吃這麼多,拜拜!